大家好,我是Ivan 今天我就會來打4th birthday challenge 首先第一個stage就是Retro Royale 其實Retro Royale其實是沒有Losses 所以你打多少次都可以 只要我沒有記錯應該是拿到6勝 那你就可以來到Stage 2就是Modern Royale Retro Royale你就會見到有66張牌 那你就選擇其中8張牌去砌一副deck 那就可以了 那組裝什麼deck 我就沒有什麼特別推薦的 只要是有個進攻的卡 然後配一些building 那就可以了 應該就沒什麼問題 那Modern Royale 那我有個特別推薦的一副deck 那就是這一副Mechanite 配Electro Dragon Bandit Rogos Dark Prince 那你就這樣看上去 你就這樣看上去就好像Pakka Ram 那但是因為這裡沒有 啊這裡雖然有Battle Ram 但是我不選擇有Battle Ram 我這套主要是比較防守為主 而這裡有Dragon Dark Prince 那因為這裡 是有這個Ram Rider 那所以我就會選擇這個Mechanized Agent去counter Ram Rider 因為我都相信很多人都就這樣眨眼看他給你的牌當中 我很多人都是就這樣選擇這個Ram Rider配 可能Numberjack 那這樣去扯一副deck 那但是我呢 我覺得Ram Rider不是真的話想中很厲害 你只要帶夠Spell Lock Bandit 去counter 那其實他也不太攻得進來 那現在呢 我的成績是非常之好 是7勝0負的 那我真的給你們看了 那Tournements這裡呢 是沒有一次完成過 我直接Retro Royale六場完成了 然後就已經直接打這個Modern Royale 是真的連續7連勝的 那就看一下現在可不可以連續這三場 來個10連勝的 那就開始打了 好了 那第一場就對上這個Quote 那他這裡也有一個Dark Prince 那我就先鎖上去吧 那我這裡就會有一個沖刺的Dark Prince 那其實他這裡的Modern Royale 他都已經會有Royal Delivery這張卡 去給你選擇的 那所以 如果你們真的說 不想用我這一套的 想用客森牌 你們都可以去選Royal Delivery這張卡 去給自己熟習一下 好了 那他這裡有Lumberjack也是很正常 好 他這裡是帶這個Firecracker 暫時又出了幾張 Firecracker Dark Prince 好 這裡原來是Wall Breaker 這裡很不幸 我計錯了 即是 將Royal Ghost擺軟了 所以令到一隻的Wall Breaker 在這裡 這裡純粹滿水 所以就加個Spell 這裡也給Bandit快點Lock On 過了塔 我相信他應該已經出了八隻牌了 那我只要出Elethal Dragon的時機是對的 那我相信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那我相信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好 這裡的Firecracker也是射到 但是這裡呢 對了 我還說 如果他不再加東西的話呢 就會爆塔了 好 現在呢 這裡就Double Elixir 那這裡呢 是可以直接 打上Dark Prince的 打上Night Witch的 sorry 你會見到 再加上Elethal Dragon 這樣很輕易 就戒掉了 那有些人可能會問 就是為什麼我不用 有些Youtuber 可能會帶 一個Elethal Dragon 那些 但是 對於我來說 我不是很會用這個Elethal Dragon 所以就 我覺得 Mega Knight來說 我會比較 會玩多些 還有 安全一點 當對面 帶上很多Counter Elethal Dragon 例如是Log Royal Ghost 這些 其實根本上 可能 很大機會輸 我會說 那這裡就很輕鬆 先贏了一場 Legendary Token 最後就是 2020 Gold 還有 一個很可愛的 Royal Giant Emo 來到第二場 對上 Cears 終於有人帶上 這個 Skettenbarrel 我這個 Log的時機都要剛剛好 但是 我這個Dark Prince 的位置 不是說 放得很好 Royal Ghost 碰到塔 但我相信 應該不能避免 因為 Mine Knight剛好放在 位置 Bandit Bandit 一開始我看不到 是甚麼牌 之後 Magic Arch 走過一點點 我才看到 我這裡 選擇 直接Poison 放進去 他剛才的Mine Knight 都打得不少 Damage 和Royal Ghost 他這裡有Battle Healer 他這裡 先卡好Log 這個Battle Healer 應該就死了 但Royal Ghost 就Connect 了 Connect了 那個Princess Tower 這個Poison 也要追回 Tower的Hit Point 去到WZ的時候 就不會差得太遠 現在就差23血 我不太肯定 他這副是不是 Royal Ghost 通常Battle Healer 就會配Royal Ghost 不肯定 是嗎 抓不抓到呢 抓不到 Poison 還有Magic Arch 就是Poison 不要讓他拿太多的Value 呃 他真的除了Miner 就沒有上風牌嗎 好 他這裡的碟 Magic Arch 啊 這個Dar Prince的碟殺了 我也不用Poison了 那不如就 Spell Cycle 還有Poison 還有Poison 我想應該Cycle 多 兩三次應該就爆塔了 這裡有被Royal Ghost Connect了 不過不要緊 那邊Electro Dragon 打了好像兩下 剩下 對 100多 Mechanite跳一下 搞定 我這副Deck來說 就 如果對上那些Miner 其實就真的幾難 Royal Ghost Banded Dar Prince 捉Miner 都不是真的很好 你說如果真的 戴上那些Gobling Gen Rascals 那些會比較好 但是 當它是Miner Poison的時候 那就 應該就很容易會有Negative Electro Trade 好了 那希望是最後一場 對上這個Eric Burr 好 終於看到這個 Electro Gloom 但是這一次的Electro Gloom 和Battle Healer 是8 但是 也不太輕視 因為我之前 都真的輸過給 8 的選手 有這個 Electro Dragon 解這個Night Witch 是沒什麼問題的 現在最害怕的是 如果對面也有Electro Dragon Electro Dragon 那就真的比較 咦? 咦? 它這裡又有Electro Gloom 又有Mekanite 興趣 那 那 暫時就 用著Mekanite 先用著Mekanite 先用著Mekanite 這裡也很刺激 直接 Electro Gloom 這 其實是送水給我的 其實是送水給我的 無緣無故送了4滴水給我的 Toyzman 對,Mekanite 是跳到的 還能打到塔 再一次 對,打不到 不要緊 8滴水 8滴水 好了,Bandits 能不能接到 不要緊 他有這個 Electro Wizard 好了,來到 Toyzman 這裡暫時 我都在Lead HP來說 直接Poison 進去 這樣的話 Bandits 也會殺 我看這裡 Bandits 會不會直接衝進去 Executioner 不會的 這裡不錯 這裡 Mekanite 還有這一張 Firecracker 我猜不到 直接Poison 進去 我相信 我相信 Mekanite 是不能接到我的塔 有這麼多地面的Truth 一波一波的擋 應該可以 加上野獸Dreader 直接Mekanite 放進去 加上Poison 應該沒有了 應該沒有了 GG 再加上Poison 那我現在呢 就可以獲得 這張 Emos 可以獲得 對 Re-Enter 就要35個Gem 這個35個Gem 比我 預期少很多 我預期大約 50Gem 至100Gem 差不多 我 其實 小號 我先打 小號 小號 成績 十勝 七負 所以 我用了 70Gem 才獲得 Emos 但是 因為 我小號 那邊 也沒有 用到Gem 去買Emos 所以 那邊 有很多Gems 你會看到 這裡 非常有趣 噴了 4.4 出來 帶大家去看看 我上一年 拿的三周年Emos 以及 今天拿到的四周年Emos 就是這樣 我這個Raw Delivery 在這個Retro Royale 都已經拿到了 只要你一拿到 只要你看到 只要你一拿到 只要你一拿到 一拿到 只要你一拿到 只要你一拿到 其他Royale Delivery 你都會有機會抽到 所以你看到我現在 已經抽到 952張 如果想升升值 亦沒有大問題 不過在這一點 這 feelings has a note 碰有卡又和卡卡勢增加 比如 13 月利可 而 佢的卡是 13 月利 上 들어� Frei里 pls 數mäßig Season 卡 就這樣 喜歡這影片請 opin bell på like & subscribe Ukrainian Generation Lady Niceкую Jewish Ninja 還是會是Pastor Beast那邊也會有Weekly Challenge的Reward Collection 我看看究竟是上這條線還是Pastor Beast那條線 到時記得留意,下次再見,拜拜!